特朗普,保持美国的伟大。奥巴马应对,说谎成性搞政治噱头。 最近,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,美国国内政治斗争逐渐白热化,两国最大党派的竞争远远大于以往任何时候。 甚至这种党派的斗争已经牵扯到人生安全,前一段时间新闻爆料,美国前总统和国务卿遭到油爆炸弹的威胁,奥巴马等直指这是特朗普所为,为此口水战不断。 但也能看出美国两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,火热味非常浓烈。 而刚刚有消息称,美国两个总统进行互对,特朗普与奥巴马彻底撕破脸皮,这在美国历史上都特别少见。 1月5日,环球时报报道称,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,民主党及前总统奥巴马和现总统特朗普隔空户对为本党拉票。 民主党此前表示,将加大对通俄门的调查力度,甚至弹劾特朗普。 据悉,这位72岁的特朗普四天时间里进行马拉松式的拉票活动,在八个周九场活动中为共和党进行最后一搏, 并喊出保持美国的伟大,称美国政府已经朝前完成了让美国伟大的工作。 奥巴马则继续呼吁美国人不要拥抱一个煽动仇恨和分裂的政府,批评特朗普说谎诚信而且具有独裁色彩, 持续散播恐惧,搞政治噱头,目的在于激起民愤急转移选民注意力。 显然美国两个党派的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,尤其是特朗普负面新闻缠身,一旦在终极选举中失利,真的有可能被弹劾。 而此前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声音非常高,在一向纽约举行的联合要弹劾总统签名中,数天就有600万人同意并签名,而且数量在一直持续增加中。 而且特朗普屡屡屡退群并不都符合美国的利益,甚至对美国经济政治产生严重后果,为此很多特朗普团队和新人物离职。 如前国务卿、前情报局长、前总统安全顾问等等,这也都为特朗普选举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。 所以特朗普也非常重视,政治四天在八个州进行九场政治拉票活动。 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攻击,显然对特朗普非常不利。 因为奥巴马在美国政界一直有着良好的声誉,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。 尤其是在其执政期间的工作非常扎实、医改、枪支管制、阿富汗退兵等行为深的民众和政党们赞同。 而且奥巴马政府稳健的作风让美国经济也受益颇深,对于特朗普频频退群并向世界挥出经济大棒,奥巴马都极力反对。 甚至奥巴马直言,特朗普就是希特勒,要将美国带向灭亡。 并公然表示,特朗普已经将历任美国总统留着美国的政治财富挥霍殆尽。 对此美国媒体称,美国两党的斗争让美国民众看到了很多政治人物的丑恶嘴脸,并对奥巴马的工作点赞对其发言深信不疑。 尤其是特朗普的政治谎言,在叙利亚、阿富汗的行动、退群等事件让民众感觉美国不应该如此,因为这是对规则的破坏。 而且有民调显示,特朗普支持率持续走低,反对率高达54%,显然非常危险,一旦中期选举失败估计难逃被弹劾的危险。